Ayo聊世界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最近因為颱風天的關係 我家連續停電兩天 所以這個影片有點難上 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多多陪家人 我們回到遊戲的比賽當中 先來看一下藍方哥德仁的文明特性 是他的步兵的折扣非常便宜 他的攻兵路線蠻特別的 有三級射,也有三級攻兵鎧甲 但是沒有強弩 馬攻路線比較常見 雖然沒有母子環跟安息人戰術 但是馬攻路線的玩家還是蠻多的 他的騎士部分,城堡時代是全滿的 二級攻、二級防都有 而且品種、關中技術這些都有 所以哥德仁城堡時代其實也很適合打 這個騎兵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人的文明特性 法蘭克的文明特性是他吃果子速度很快 而且用免費的農田技術 而且他的遊俠是可以高達192滴的遊俠文明 他的攻兵路線比較爛 沒有三級射跟三級的攻兵鎧甲都沒有 他的馬攻路線雖然有重張馬攻 但是沒有母子環跟安息人戰術 到帝龍時代 馬攻還是有點難用的 通常的法蘭克人都是打遊俠配槍兵的路線 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目前看到路易斯的地圖 這裡有塊黃金 右邊這裡有塊 哇這個黃金非常的遠 這個黃金超超超難守 這塊黃金的話應該還是可以蓋DC 但是這邊TC很危險 找到對手這邊高地蓋個工程器製造所 都會直接爆炸 所以對路易斯來說 前面這兩塊附近該怎麼防守 是他待會遊戲中期要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哥德仁這邊 哥德仁這邊地圖後面有塊黃金 哎呀這個金就非常好 這裡也可以開TC 右邊這塊黃金是比較正面的 跟法蘭克這邊是很像的狀況 那他主金更糟糕 是在外面的 而且這個外面旁邊還有兩邊都是高地 這個金我看暫時是不能挖 直接小圍 直接小圍 然後圍到底 挖這裡面的金就好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法蘭克這邊要圍架的話 可能是很難圍了 不管是要怎麼圍都要圍得很大 那就來看一下凡客 如果不圍架的話 要怎麼打 通常都是不圍架 都是圍支援點 會比較常見一點 好那有可能是圍大的 不確定 看一下這張地圖要怎麼圍大 好 OK那現在兩邊都已經 點到了封建時代 但是 欸 哥德倫這邊是打棒棒啊 結果 是打了21匹 棒棒開局 那哥德倫呢 他在吃野生動物 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所以其實也很適合走這個 棒棒開局路線 好 接下來看到這邊 三隻棒棒 好直接敲房子 然後把房子給敲掉 好 升到封建時代的法蘭克人 點下了 一級伐木 這邊還沒有決定 要打工兵 還是打肉馬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會走肉馬開局 因為這裡是並沒有選擇 挖黃金的一個流程 所以肉馬開 可能機率還是比較高的 好 現在幾隻槍兵出來 稍微戳一下嗎 但是 直接被戳死 酷了 怎麼 哥德倫直接送掉了 自己的肉馬呢 好 這一波有點血虧 好 豆馬準備來了嗎 好 哥德倫這時候24村 點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升級上去 有要轉裝甲步兵嗎 好 直接補了一個劍塔 在這個位置 這邊吃頭想要高打第一 打 打掉血量 但是有點困難 好 決定主金用劍塔防守 不如先挖附金 是沒有偵查到嗎 我們來看一下 欸靠 他真的沒有偵查到 不好意思 突然罵髒話 這個視角太尷尬了 哇 他真的是沒看到 哇 難怪他要在外面挖黃金 超奇怪 你怎麼不在家裡挖黃金 還要浪費一根劍塔 在這前面防守 好 那路易斯看來是要大圍了 用了肉馬 掙取一點時間 兩邊的打法 都是比較有風格一點的 路易斯這邊是一樣是穩健型 打法風格類似於Viper Hera的打法 都是打很穩很穩的 但他這個更穩 哇 這麼難圍的地方 他還硬要直接給他圍死 但通常大圍很容易被懲罰 因為通常圍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圍好呢 好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過來圍 房子差一點圍不好 棒棒敲一下 哇 最後還是圍好了 服下了一個兵工場 OK 哥德人暫時應該是打不進去了 先來看一下凡恩克家裡的經濟 家裡的經濟已經浮到了五個人挖黃金 那哥德人家裡呢 是四個人挖黃金 有要轉射箭場了嗎 OK 這邊是轉兵工場 沒有轉射箭場 就意味著沒有繼續要打封建時代了 可能要直接上城堡時代了 也沒有打算要純攻兵 封建純攻兵 城堡轉奴兵加騎士的打法 這個打法哥德人已經決定放棄了 那凡恩克人待會要防的東西就比較少了 OK 凡恩克人這邊時代擅持領先 30秒左右 好 後面補下了三個射箭場 這個是 馬攻路線嗎 好 凡恩克的馬攻路線的優勢呢 是免費的品種喔 但是 又比品種稍微弱了一點 因為馬攻的血量呢 並不是100滴血 所以他的馬攻血量通常會比其他文明少一點 有點這個品種文明 稍微少一點點 好 哥德人這邊按了兩次攻兵 但是沒有繼續按 稍微按一下攻兵 並沒有打算要很動真格的 去爆這個攻兵路線 好 點下來二級射更攻行� 喔 這邊哥德人打的也是馬攻 有趣了各位 兩邊的玩家都是走馬攻 好 法蘭克這邊按了一隻騎士 可以看到這裡馬攻血量是60滴血 可以看到血量是120滴 喔 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法蘭克他只有騎兵有加 馬攻並不會加到血 哎呀 記得這個越南人 越南人的話是射箭場有加血 那法蘭克馬攻是沒有加血 甚至沒有品種 好 那 欸 還是有加 那我還是沒記錯嗎 哈哈 我記得他的馬攻也是有加 但是點品種 70滴對60滴 還是有 還是有 原本是50滴血 搞錯了搞錯了 這個 會有點失智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兩邊的馬攻血量 有明顯的差異了 點下品種之後 馬攻的血量多10滴 就多很多了 那哥德仁呢 這邊是點下了 工兵鎧甲 輪斗技術也點下了 那兩邊都是打馬攻入線的關係 兩邊現在拚的是 誰的馬攻血量更多 那現在兩邊都走了一個三次劍場 那三次劍場我們之前有講過 通常三次劍場要開TC很難開喔 但是三次劍場的好處是 城堡時代一上去喔 馬攻可以快速成型喔 這是三次劍場的唯一優點 缺點的話 就是TC跟農田會很難灑 那維持肉量的困難性會比較高一點 好 那現在兩邊都在你看我看你 但是現在法蘭克 這裡並沒有高地優勢 他的高地優勢在這裡 只要守這個位置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法蘭克這邊好像有 馬攻的數量優勢 過來兩邊對射 那目前看起來法蘭克這邊是比較優勢的那一方 好 但是 但是 哥德爾這邊的馬攻血量更多 好 這裡一隻騎士 好拉打 好拉掉拉掉 好繼續 點下了跟蹤技術 這裡收村 用劍塔去補一些傷害 馬攻蹲在後面 傷害有點不太 沒有辦法補起來 開始抓村民抓了兩村 三村 拿了三村之後 高打低 再射掉一隻 有機會嗎 唉唷拉走了 這個拉拉拉得不錯 好這一波是由 路易斯這邊小賺三村 村民處已經領先十隻村民了 好這一波法蘭克人真的是挺賺的 好 哥德爾人這裡補下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法蘭克在進攻時候 偷補了一個TC 好拉他的村民處 現在領先的非常多了 哇這裡直接倒三隻 四隻村民 法蘭克這一波打得很好 高倒低的優勢 已經打到零零技術 好結果這邊想要低打高 突然打不太贏 好上了高地之後 再把法蘭克的馬攻給逼回去 這邊抖洞 好路易斯也是手術型玩家 這個抖洞有點像是HERA的 這個抖馬攻的畫面 抖得還蠻好的 那哥德爾人這邊是已經早早就點下彈道血了 法蘭克這邊也是 兩邊都點彈道血 點得非常早 就是為了打架 趕快上去點馬攻 好兩邊都是抖馬攻 法蘭克馬攻路線其實真的很少見 也是可以來看一下法蘭克馬攻 到底有沒有料的一把比賽 玩的人也算是現在的天才少年 好路易斯 現在今年18歲 英國人 來看一下他這邊的馬攻策略 能不能打贏哥德爾人的馬攻策略呢 那法蘭克的馬攻也是跟哥德爾一樣 沒有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的 所以後期還差了一個三級 是個三級的弓箭甲 可能參暴時代稍微打一下 帝王時代可能還是會回歸走奇兵路線 也說不定 好目前哥德爾人兩TC繼續農 第三個TC要蓋在後方嗎 好像還是沒看到他的附近 他應該很納悶 為什麼我的附近不見了呢 好其實他只要點下一個瞭望技術 應該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兩邊繼續農 現在盤克人已經準備要來打左側了嗎 稍微移動了一下 讓我用刺猴鼓一下聖物 開始想來撿這個聖物了 好凡人哥德爾人點下了二級馬鎧 二級馬鎧點下兩邊是準備開始有慢慢轉型的樣子 兩哥德爾人好像並不是真的要轉兵喔 他還在繼續出馬攻 通常按生女之後呢 突然會做一些小型的改變喔 防守勢 轉戰毛兵都有可能 好這邊生女上去 兩邊對射 生女一個招翔 後面拉兩隻馬鎧射掉了一隻 但是還是及時招翔到 這一波法輪客人的馬鎧數量明顯是劣勢狀態 這一波石油哥德爾人拿下大獲全勝了 好雖然生女被射掉有點小虧 但數量上馬鎧明顯是落後的喔 好馬鎧落後 應該是領先才對 反正在講生女被射掉 應該是講領先 好反正客人果不其然開始轉騎兵 騎兵路線稍微有點坦度 但是被高打低 血量還是掉得非常快速 好這裡騎士剛剛衝過頭 現在拉回來也不是打這個蓋寶村民 這一波兩邊想一個對蓋寶 反正客人的城堡很便宜 買了一點石頭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人家都已經蓋這麼久你才來敲 這就有點 而且 圍死一萬了 圍死一萬了 好怪德爾人這邊點下城堡之後 要開始轉哥的衛隊嗎 還是要囤一下肉呢 雙TC 點帝王 這邊繼續按馬功 那看來十之八九 並不是要轉帝王 而是稍微壓寶壓制 但是路易斯這邊的支援量 是可以升帝王時代的 所以他馬功才這麼少被壓制住 是因為自己在囤地王的支援 好這個蓋完之後可以考慮繼續挖石頭 對這裡石頭繼續挖 先把城堡往外蓋一點點 這裡補了一個箭塔防守 哇這裡面沒有木頭嗎 哇真的沒什麼木頭耶 哇路易斯這個地圖真的是太慘了 居然只有兩片木區 這裡還被迫要插箭塔防守 好 哥德爾人果然是按了幾隻哥的衛隊 開始要來突破木門了 木門血量都是掉得很快的 好這波進來哥德爾一定要打到一些東西 不然法蘭克人很有可能地用時代一波帶走 哥德爾人是很有機會的 好兩隻哥德爾會隊在這邊衝進去 但是後方還是有馬功這裡圍加 有點來不及圍 又要被打破 再死兩村 這個房子要被射掉了 好看一下這坨 馬功能不能做到棍毒的事情 好上去之後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左邊蓋了一根箭塔 來看一下這根箭塔 能不能起到作用 但是有點太慢了 然後用騎士支援一下 好蓋好之後騎士拿走 跟箭塔是防守 幫我再會繼續往回啦 那現在哥德爾人 哥德爾衛隊也沒有出太多 只出了五隻左右 好這裡TC被打掉之後 把農田也取消掉 不想讓對方獲得免費的農田 那現在哥德爾人也透過買賣一波 升到了帝王的時代 兩邊時間差距兩分半左右 好這波稍微繞過來 看一下這一波 攻兵上來 僧侶遭翔 有點危險 再拉走 兩邊哥德爾衛隊 努力騷擾當中 但是這裡村民有點擋不太出 哥德爾衛隊吸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馬功一直在狂兵 偷射射倒了非常多的村民 路易斯這波村民已經被拉平到了 跟哥德爾人一樣了 霸三對霸四 太猛了 哥德爾這一波 哎唷馬功直接踩在這個箭塔上面 路易斯好像沒看到 因為這場馬功的關係 注意力都在家裡了 這裡的村民一直被擊殺 哥德爾人村民術 成功反超了法蘭克人 這一波法蘭克有點炸裂 好趕快拉騎士驅趕一下馬功 家裡的馬功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好 又要十代以上 騎士繼續追 欸 捉過頭了吧 這個要送掉了 好 後面還有補一些農田 好 哥德爾人開始轉步兵了 那法蘭克人這邊要打贏馬功 又要打贏槍兵的情況 好像就只能出戰毛兵 但法蘭克的戰毛兵又沒有三級射 連三級弓兵鎧甲也都沒有 那到底要不要轉戰毛兵呢 這一點 對凡克人來說其實很痛苦 不轉也不是 轉了也不是 轉的話也沒有辦法獲得很好的主動權 防守效果也是有點差強人意 進攻方面的話還是需要用到遊俠 可能會比較有力一點 用勝率防守的話又不太好打 這個馬功走過幾步就可以把勝率給秒了 好 槍兵出來這些騎士能做的事情就是相當有限 好 基礎馬功居然還在了 好 那現在外圍這根城堡應該沒意外要被拆除掉了 這裡兩隻騎士好像扛不太住 馬功成功打掉了 哇 這裡馬功四隻還在騷擾 好 城堡拆掉了之後 好 法蘭克開始要保推前進了 好 插的位置比較保守一點 並沒有很動真梗的要往前插 好 是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的路線 好 這一波馬功拉過來 好 騎士兩邊 這個騎士一直在走動 完蛋了 為了打馬功就被槍兵卡住 全部被戳死 路易斯這邊騎士全部送光 城堡也蓋不好 雖然騎士有爭取時間 但不多 哇 80% 好 重裝騎士升級好了 法蘭克人的騎士路線還是比較優秀一點 但重裝騎士的優勢也只有多做4滴血的血量 所以法蘭克人現在有點尷尬 不升到遊俠 優勢就沒有辦法拉高很多 所以法蘭克人這邊還是要先轉個戰毛兵 防守會比較好 好 那哥德仁這邊轉出了槍兵 這波有戲了嗎 法蘭克轉槍兵就代表這裡還有得打 沒有轉這個戰毛兵 沒有轉戰毛兵就沒得打了 剛剛講的槍兵了是不是 好 那現在馬功的部分繼續騷擾當中 這裡的馬功就抓到了法蘭克的村民 好 欸 這法蘭克嗎 欸 不是這個是哥德仁的村民 哎呀 這個開野礦 就用招想到的馬功 還是自己吃的馬功 好 這一波重裝騎士又送了一波 法蘭克人這一波騎士送的有點多啊 至少送了十隻騎士有了 好 這座馬功依依就在家裡繞 法蘭克人意識到這樣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只有出戰毛 這條路才可以擋得住了 好 現在化學還沒有點 有點小傷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戰毛兵 打馬功效果依舊是不錯的 那法蘭克戰毛兵被馬功打也是超級痛 這就是法蘭克的戰毛的劣勢之處 你出了戰毛 只能稍微守還不一定守得住 而且還會讓你的主動權變得很差 好 OK 這裡馬功又抓到了這些挖野礦的村民 好 兩兵都在偷偷挖野礦 法蘭克人這裡點下了化學 好 那現在法蘭克人走直斧兵路線也不可能打馬功喔 所以這裡馬功的射程遠遠是比直斧兵還要好 攻擊速度也是 所以直斧兵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而且正正走了直斧兵的話 哥德倫也是可以轉火槍喔 甚至重裝馬功繼續射也沒問題 總體來說 法蘭克人現在轉什麼都不是 只有遊俠這條路會比較穩定一點 好 結果這裡又被抓了很多村民 這一坨馬功已經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十三村了 好 這裡村民稍微抖動 抓住這個節奏 節奏天果 這個節奏沒有抓好就被彈道具給射掉 好 殘血的村民 最後是活了下來 好 後面這個馬功還在空圖 繼續把凡克的地圖空得很慘 好 哥德倫這邊開始有大軍要通了 現在村民處差距有點大 111村對上73村 法蘭克人轉出扇毛兵之後 也被迫轉了一些直斧兵 好 一定要守住這根城堡 這個直斧兵怎麼是打槍兵呢 先把衝撞 衝車給點掉吧 OK 點掉之後槍兵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 這些槍兵還在努力工程當中 法蘭克人開始轉攻擊力 走直斧兵路線了 好 之前我們在 有觀眾在問 為什麼法蘭克都不走 直斧兵打馬功呢 好 那這一把看來可以 確定是直斧兵打馬功 我們就來看一下直斧兵打馬功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但哥德倫好像也不是那麼動真格嗎 感覺可以繼續出馬功喔 好 火炮繼續攻城 這裡用巨頭反擊 能中嗎 漂亮了 哥德倫這裡沒有躲 直接吃了一發巨型投石機的傷害 好 這裡再來一些村民往前推進 現在直斧兵往後拉扯 三毛兵一直投矛 再來一隻 第二隻 搞定 直斧兵繼續往前 好 撕掉這些村民 好 這個村民這個村民這個村民 吐了吐了 這個動向 非常乖乖的 好 真的看到了 原本就已經為聖部多村民 這裡又送一波 我這麼覺得 法蘭克的路易斯這一波 已經要美了 但是兩邊的分數其實差不多的喔 好 那經濟分數雖然落後很多 但是現在還能繼續打 哥德倫地龍時代 只要沒有轉出步兵大軍 哥德倫一直都還有機會 好 應該是說法蘭克的應該還有機會 哥德倫現在只要轉步兵 等就量掉了 或是繼續走馬功也會量掉 經濟差距真的越來越大了 左邊這裡又再被控了一次 哇 百控不厭阿 這個馬功一直騷擾一直爽 好 三毛兵往前 投掉了兩隻馬功三隻 唉唷 這個散彈矛 好 那直伏兵趕快拉過來解決一下 這個巨型托斯基 這個城堡又是掉了 是不是就要投了呢 OK 修回來 直伏兵丟了兩發 打掉了巨型托斯基 這毛兵趕快過來 但還好有直伏兵在這 直伏兵打 護兵傷害也是蠻高的 好 修理 修理起來嗎 這個巨頭有點難 這一波路易斯又炸了 左邊的馬功 繼續扛 但是機器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路易斯的村民處 繼續被壓制住住 在七十一村阿 村民處的差距實在是太過大了 多個人的優勢 開始慢慢越來越擴張 好 轉出了一些槍兵 還在按槍兵 這裡是我的話 我肯定會按一隊哥德衛隊 衝進去騷擾砍一波了 直接把裡面衝爆就結束了 暗槍兵只是為了要防守 法蘭克這邊囤騎士 暴騎士出來打 所以哥德人這邊暗槍兵其實也沒錯 因為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上帝視角 所以才覺得出槍並沒有用 但是人家還是有在提防法蘭克的主要部隊 其實他連出騎士的本錢都沒有了 路易斯 好 按了一台火炮出來 想要擋 好 還有30% 但是城堡好像又快要掉了 這個城堡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好 戰毛兵再次集結 現在制服兵也沒再出了 路易斯絕望的點下了清奇兵 為什麼是絕望呢 通常這邊出到清奇兵不是重裝騎士 也別想打了 對方都是 這種 強勢單位啊 好 現在火炮過來 想要點火炮嗎 火炮應該是點不死的喔 一發 兩發 真是點不死 好 還用衝車去撞人 太狠了 好 現在哥德仁點下了三級攻 正兵技術也點下了 看來是要給路易斯最後的一級了 兩邊走了馬攻路線之後 最後路易斯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聚集 我們恭喜哥德仁拿下比賽的勝利喔 哇 沒想到前面兩邊都出馬攻的情況下 最後果然還是血量優勢的哥德仁拿到了遊戲的勝利喔 那我覺得其實比較一大部分喔 是因為帝王時代的法蘭克人的村民喔 真的是被馬攻控爛 沒有即時轉出戰毛兵去做防守 然後左邊這塊木區喔 也沒有繼續城堡去做防守 感覺太注重去防守這塊附近喔 這塊附近喔 這塊附近應該一根城堡就夠了 這根堡想要繼續往前壓制 也是因為覺得自己這塊基金不太安全 才補的 但其實真的不安全的是他的墓區啊 因為他裡面安全的墓區 也可以說算是沒有了 接下來的木頭都是要往外挖喔 那斯伊帝王就是這樣子喔 其實有時候勝負喔 也是蠻看地形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